一代伟人毛泽东 晚年在中南海的驻地 就如同是书籍的海洋 数千种古籍图书 一直伴随着他 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 在这些书籍中 有一套名为大字本的宪庄书 是由毛泽东亲自批示 叫点注释重新排印 是专门供他 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 阅读的特殊读本 在这套大字本中 有的书毛泽东读来老泪纵横 王洪文读来胆战心惊 周总理读来表情凝重 老帅们读来心潮难平 这究竟是一套怎样的书籍 为何能在风云际会的历史瞬间 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 接下来就由依清老师 带您探寻毛泽东婉言 大字本读物背后的历史烟云 各位观众 各位听众 各位网友你们好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与大家一起 来分享一个读书的故事 这年多了读书已经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 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读书故事 它有些偏冷 这是一个偏冷的话题 我们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主席 离开我们已经有四十多年了 在这漫长的这个将近半个世纪的时空里边 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 在重新打量毛泽东的那个时代 他们以更加理性的眼光 在看待当时年代里所发生的一切 我们说这应该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 最近把毛泽东晚年所读的大资本的书 命名为毛泽东大资本系列 毛泽东大资本系列是一个什么样的读物呢 借着这个话题 我想呢 与我们互联网时代的朋友们 重走一段历史的路程 重闻一段历史的身影 透过这些历史的烟云 来寻找一代伟人 留住在这些历史彻业中 曾有的温暖的目光 这目光怎么样行找了 我这里说三个问题 第一 什么是大资本 第二 大资本的游览 第三 为什么不同的人 在阅读大资本的时候 有着不同的感感 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大资本 所谓大资本呢 简而言之 就是用大号字体印刷的书 这是一般意义 但是我们这里的大资本 有着特殊的含义 它的含义在哪呢 就这种书 它是指定个特有的人阅读的 是在特有的历史条件下 注释和阅读的 因此呢 它有着不同于一般 自大自小的这么一个内涵 一般情况而言 我们的阅读的书 都是五号字 正文 假如有注释的话 用小五号 或者是六号 其他呢 再大一点呢 就是 四号正文 三号正文 这么是一个读本的情况 但是呢 因为我们这个大资本 它的特殊内涵呢 所以是决定的是一定的 历史实际下的一个出版物 到了1975年的四月开始 这种大字本呢 无论是正文的 还是注释的用字 字号 都是用上了特大号的36磅的长颂了 也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 看到了这种八行字 每一行才14个字吧 大概是 加起来每一页不到100个字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大字本 好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大字本的游览 大字本是怎么来的呢 他最先的起始实践 是从哪开始的呢 听毛泽东当年身边的图书管理员的回忆 1963年 毛泽东为了提高党内的知识的水平 让更多的老同志去阅读 因此呢 指定将包括共产党宣言 国家与革命等等这些经典著作 用大字本的方式来应行 给老同志阅读 如果说 从1963年就开始的话 那么这个时间段就往前延伸了 那么这个说法非常有价值 而且我们相信 来自毛泽东生前图书管理员的 徐忠远先生的这个回忆 应该是信实 是值得信赖的 那么读者朋友们 或者是网友们也许就要问了 这个大字本有什么好说的吗 不就是用大字体印刷的书吗 是的 这就是我们第三个问题要说的 为什么不同的人 在阅读大字本的时候 感觉不一样 大字本确实就是用大字 大的千字印刷的书 但是你如果知道它背后的故事 您的感觉一定是不一样的 背后有什么故事啊 有四点 第一 这些书都给谁读了 第二 是在什么情况下 要求注释和阅读这些书的 第三 书中的历史人物 与现实中的人物 有着怎样的关联的关系 第四 毛泽东想让相关读书人 从中获得什么样的教育 等等等等 不计您就不会小看我们所说的 这个大字本了 另外 这些大字本 它的特殊在哪呢 毛泽东有时读了是老泪纵横啊 王文读起来是胆战心惊 周总理读起来是表情凝重 老帅们读起来是新潮南平 如果您知道这些 那大字本别样的故事 那就一定是很精彩的了 好了 我们说到这儿了 我们的十关切入点 锁定在1972年的10月1号 10月1日 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 都是个重要的日子 然而 1972年的国境节 却不同以往